大家好 我是李医生 说到尿毒症呢 尿毒症到来之前 到底会有哪些症状和表现呢 首先表现在消化道 那在患有尿毒症之前呢 由于肾脏的排毒功能受到影响 会使患者体内 积存大量的废物和毒素 一旦这些代谢产物 过度堆积的时候 就会刺激到患者的消化道 从而使患者出现明显的 恶心和呕吐的现象 第二个表现就是排尿异常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 每天的尿量一般呢 维持在2000毫升左右 但是在患尿毒症之前 由于肾脏功能进入了一个 渐渐衰退的阶段 所以呢肾小球的滤固力向低 那从而导致了患者 出现尿量减少的情况 如果症状严重呢 甚至还会出现无尿的状态 即使是患者大量的饮水 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得到改善 那第三表现就是在心血管 患有尿毒症之前呢 患者因为出现了水钠主流的现象 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心血管症状 比如高血压 那肾脏功能衰竭之后呢 由于尿量大量的减少 使得体内出现钠和水主流的现象 一旦体内的水分容量超负荷 就会导致血压快速升高 从而出现血压反复升高 难以控制的现象 另外呢患者还会伴有 严重的心率失常的现象 第四个表现就是贫血症状 由于患者的肾脏功能会遭受到损害 就无法产生足够的醋红细胞生成素 那么这样呢就会使得骨髓的造血功能 快速下降 这样一来呢就会导致患者出现贫血的症状 那总而言之呢 在患有尿度症之前 由于患者的肾脏功能严重下降 会使患者出现以上四种 比较明显的症状和表现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